男友越粗暴 女生就越離不開嗎? 為何那麼多人都會有這種受虐傾向呢? Hallie everyone,我們是 吉士與說書人 我們在影片開始之前 幫助我們訂閱頻道打開小鈴鐺 很多女生她的男友對她越粗暴 她就越是離不開 雖然說天天被打 但是女生就仍然相信 我的男友仍然是愛我的 怎麼勸她就是離不開這根渣男 這到底是為什麽呢? 我之前就有過這種朋友 就是她男友對她很壞 然後打她 然後她也不分 鬧到就是說 她後來也有去醫院開驗商單 可是還是沒有分 她還是沒有要告這個 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他們不知道怎麽了 就是我覺得他們想法都是會想說 她有一天會變好 對 她有一天會變不一樣 我還是愛她 然後也有遇過那種 就是男朋友暴力傾向 雖然不會打她 但是她會摔東西 摔東摔西的 然後就是可能用言語暴力 或者是用行為那種 然後會讓人家在一種壓力的狀況下 你在這個房間裡面 你在這個家裡面 就是充滿了壓力 對 但是他們就是不分 他們還是會很容易 女生最容易去想的一件事情 就是想說 她之前對我很好 我們在沒有吵架的時候 我們很好 我們有那段甜蜜的日子過 我在除了那些以外的話 我們都是好的 或者是她會去想說 她以前跟她做過什麽事情之類的 去過什麽地方 然後去移賦說她現在的不好 會覺得說以後她會變回來 她會變回來 或者是她會變更好這種 就常常會有這種思想 那我真的其實也不知道為什麽 其實這種情況其實是一個心理效應 今天就是我們要來講的這種情況叫做 煤氣燈效應的受害者 而這些受害者往往不覺得自己受到迫害 有的時候他們甚至會覺得自己這樣子是罪有應得 我會變成這樣子 都是因為我可能做下了什麽的錯的決定 或是我犯下了什麽錯 所以我才會變成這樣 都不會是人家的錯就對了 這個術語來源自1944年的美國電影 煤氣燈 劇情簡單是在講說 一個丈夫試圖通過生活周遭的小細節 來操控她的妻子 並且堅持讓她的妻子認為她自己錯了 讓她以為她自己有幻想症 從而說服妻子讓她相信她自己的瘋了 而且這不只是發生在男女關係而已 更有可能會發生在家庭之中 很多加害人他甚至不知道自己這麽做 已經間接的操控這個人 都是誤打誤撞而發生的 這就是現在家庭的狀況 因為現在台灣家庭狀況很多都是父母想要 小孩變成怎樣 我想要你考到好的大學 我想要你好好的找到好的工作 那些東西可能是她自己期望的 她自己沒有做到的 加害在這個身上 對,她也不覺得這個加害只是為你好 她就可能覺得說我之前沒有好好讀書 所以你要好好讀書 不然我幹嘛養你花那麽多錢 花那麽多辛苦的心血 然後小孩聽了有道理 對,我要做到父母做到要我做的這樣子 然後變得到後面之後 他可能初有時候會 甚至他連學大學 他都不知道為什麽要學這些 對,其實這個就蠻符合 我們等一下要講的幾個點 我們首先我們第一個講的 你會發現他們會想要全方面的操控 通常這類的渣男都希望自己是在關係之中 能夠掌握最大權力的那一個 所以能夠為了完全的掌控 還有操控你的生活 通常渣男會否認自己各種控制狂的行為 並且否決女生所有的意見 甚至會常常騙你 而一旦你試圖用事實揭穿他的謊言的話 他可能就會說你一定是太累了 我怎麽可能會騙你呢? 我那麽愛你 怎麽可能會做出背叛你的事情呢? 就是他要掌控你 對 他要掌控你的所有東西 然後甚至連你的想法 跟有一部影集之前五月台灣在封城的時候 很同叫性愛生活 對,他就有點那種情況 然後女方就是一直覺得 男方這樣子是為我好 我也離不開他 然後你第三者旁觀的人會看 會覺得說你這個女的是有事嗎? 對 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旁觀準清 對 那第二點呢 他們會常常撒謊或是找小藉口 比如說如果他有小三他會把時間花在解釋 這個行為為什麽合理上 但是他卻不會做出實際的改進 而且即使這個謊言當場被戳破 他們也不會表現出一絲一毫的後悔或是羞恥 所以他就是找個理由說 對,就是看我就是故意讓你看到的 還是怎樣... 然後是因為你之前怎樣... 所以我還這樣做 是因為哪裡不夠好 然後我就覺得我在心裡上有缺失 你都沒有花時間陪我 所以在這個晚上所以我忍不住了 對,然後我就... 然後女生就開始思考 我好像真的都這樣子 就是一切會發生都是我的錯 垃圾 才不會有人這樣想吧 那好,我們第三點 如果這招不管用 他們會怎麽做? 首先他們會激怒 然後再來反過來指責你 比如說他在IG上搞這種 所有人都看得見 然後高調的地方搞曖昧這樣子劈腿這樣子 然後結果被你發現 他們會回過頭來說 是你太嫉妒,你想太多了 他們才沒有怎麽樣的 而且甚至會刻意的好幾天不理你 假裝冷戰這樣子 然後再反過來說 是因為你黏他黏得太黏 讓他喘不過氣 對 那接著通常正常人的反應就是會生氣 然後你只要一生氣 就中了他們的陷阱 他們會反過來說 你整個人變得歇斯底里 然後把這件事情告訴了周遭身邊的朋友講 然後周遭身邊的朋友 因為是旁觀者 他們也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麽事 所有人在眼中看到的只是你突然暴怒 然後變得歇斯底里 然後他們又再反過來指責你這件事情 變得歇斯底里 在跟你講說你最近是不是變了 你怎麽變得這樣子呢? 非常的意怒愛生氣 然後你就會開始思考 我真的最近都在意怒愛生氣 我是怎麽了這樣子 然後你再會開始把錯怪在自己爭吵 好像一切真的都是我的問題 有病 第四點就是會瘋狂的貶低你的價值 如果你是有孩子的人 他們可能會把攻擊的目標 轉向到你孩子身上 說如果你孩子跟你一樣 那該怎麽辦?這種之類的 如果你是沒有孩子的人 他們可能就會轉下來攻擊你的身材 說你變得那麽胖 還是怎樣怎樣的 對你發動這種人身攻擊 所以開始貶低對方 就是讓對方自信心下降的 對...然後你就會不停的懷疑自己 你真的一切都是錯在我 這個真的要長期的去做這件事情才有效 對,這很可怕 因為如果是短期的人家總會罵你 對,罵回來了 他就中第二招了 你意怒,你看你是怎樣 你就罵我胖了,我就罵回去 對,第五點 雖然說女生會感到緊張不安 但是他仍然希望自己能夠被渣男喜歡 女生會害怕如果渣男離開了他 這個渣男似乎也根本不會在意 因為他總是能夠輕易的找到下一個很正的女生 所以女生通常會不敢分手 因為他已經是處在弱勢的那一面了 他不是掌控權力的那一方 對,接下來第六點就是翻臉跟翻書一樣 對,他們會告訴你說 你存在沒有一絲的價值 但是下一秒他又會翻臉誇你說 哇,你做這個好棒 然後其實你會覺得說我被稱讚了 我是被肯定的 其實這件事情是在進一步削弱你 對,好讓你變得更加惶恐不安 你接下來可能就會想說 其實這個男的他也沒有那麼糟嘛 他就會變好一下 然後再繼續變壞 對... 一樣嘛,就是先給你... 唐吃... 不會... 先壞給你看然後再給你唐吃 先打你巴掌給你一顆糖果這樣嗎? 對,接下來第七點就是喜新厭舊 這些渣男他們總是需要有人圍繞在他們身邊轉 給他們鼓舞跟讚揚 他們沒有辦法忍受獨處太久 對於任何不能直接給他們帶來積極的影響 或是刺激的事物 他們很快的就會失去興趣 你很有可能會在旁邊 就像是一個舊玩具被丟掉一樣 第八點就是這種忽冷忽熱的循環 但是有時候他會把滿腔的熱情都請諸在你身上 有的時候也會對你挑三拣四 或者是根本把你當作空氣一樣 他們會在公眾的場合 還有跟私下對待你的方式完全不一樣 他們甚至今天跟你談結婚 隔天立刻談離婚 你會永遠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 在他們心中是處在於哪一種位置上 在維持關係的時候 他們能消極的時候就消極 而當你一旦尋求解脫的時候 他們就會伸出手來把你抓住 渾身結束了來留住你 說不要走,我是愛你的 這種男生真的是有一部分是滿幼稚的 他可能覺得你是他身邊的一個東西 但是你今天可能在他身邊 他就覺得好像可有可無 但今天要離開的時候 他才會發現說好像不能離開 所以我要把你拉回來 對...這種感覺 我覺得很可怕 一直興起就是說 我今天想要玩這個電動,好我要找你玩 好,我今天不想玩 我可能三個月四個月我都不會碰你這樣子 我在想會不會是因為小時候 這些人他們的家境通常不錯 然後他們要得到想要的東西是容易的 比如說他想要拿一個玩具 今天父母家長是毫不猶豫的就會買給他 所以在他成長的過程 他就會覺得說在取得他想要的東西上是簡單的 對,但我覺得有一方面 也是可能心智年齡不夠 他還是在一個很小的年紀的年齡裡面 所以他不會想說要去對這件事情負責 對 然後會想要去尊重這個人之類的 或者是愛不愛然後不講清楚 就想要在一個模擬兩可的關係裡面 你也不想去處理這件事情 對,感覺是這樣啦 我覺得 對,第九點這類的渣男會讓他們成為你生活的全部 你會在渣男以及他們身邊的朋友身上耗掉非常多的時間 以至於你沒有其他的閒暇的時間顧及自己的親朋好友 因為你每天所花的時間 所做的事情全部都圍繞在這些渣男身上 你為了維持這段關係做了大量的犧牲 而他們反而卻什麼都沒有做 就讓你的生活全部都只有他掌控這個關係 對不對 而且他可以知道說你都不會亂跑 你也不會去找別人 對,那種更安全 而且我覺得這很可怕的是 通常有這類的控制慾的人 他們都是下意識的執行出這樣的東西 他們不是說我規劃好了一個計畫 我要控制這個人 然後我做出一整系列的規劃跟計畫 通通沒有 他們就是有意無意的就這樣發生了 根本覺得這件事情是正常的 然後就覺得說你應該要配合他 你不能跟別人出去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很厲害 心理學家如果他們想要刻意操縱這件事情 他的成功率可能不高 可是這樣的人你讓他天生去做 他就是能做得到 其實最重要的信號來自於內心真正的感受 當你的愛跟同情心都轉變成了焦慮 還有恐慌以後 你可能會失眠 而且就算你勉強睡著 你醒來的時候 也會滿心的感到焦慮跟不安 你花了一堆錢跟時間 然後卻得不到這個人的愛 就變得有點憂鬱症的狀況我覺得 對 然後跟影集裡面的故事內容 其實我就覺得很像 就是你要先了解自己是怎樣的人 我覺得這很重要 就是你才可以從別人對你的評價中去意識到說 這些評價是不是客觀的東西 然後哪些是什麼扭曲的東西錯誤的東西 然後才可以知道說 可能有些東西是真的你要去補充自己 有些東西可能是對方才有問題其實 但很多人他會是不瞭解自己 他連自己都不瞭解 對... 然後他的男朋友跟他這樣講 你就是這樣的人 對... 然後他覺得真的嗎? 我就是這樣 所以我通常被控制 對一定是 一定是會先沒有知道自己是怎樣的 他本身可能自信心就不夠了 對... 各位觀眾朋友 你們有遇過什麼恐怖情人 然後有這種煤氣燈效應存在你身上過嗎?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你們這可怕的故事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